接著開始跟各位介紹一個個的眼淚 第一個要介紹的叫做綠化鈉 綠化鈉就是鹽巴 白色固體這個不用講 就是食鹽 通常會簡稱鹽 通常會簡稱鹽 就是食鹽 然後呢維持生理需要 你們有人什麼引行眼鏡啊 都有所謂的生理食鹽水 到那個醫院掉點滴呢 掉生理食鹽水給很重要調味 再加鹽巴醃漬我們以前教過 後面呢製造金屬鈉 綠色性阿拉現在可以不用管 這以前在電解的時候 電解液態綠化鈉 跟電解綠化鈉水容易 的時候有出現 但現在也不太不焦了 所以就算了 看過就算了 再來就是流酸感 白色固體是這樣 因為它不容易容易水 它不容易就石膏 然後還有陀拉古的俗迷 你看過就算了 現在呢可以不重要 不重要 一個就是一個流酸感 有兩個結晶水就是石膏 就是石膏像那個石膏 然後呢你到醫院打石膏 原來那個粉蒜 加水喇喇那個就是這樣 燒石膏 是兩個流酸感 一個結晶水 一個結晶水 超石膏 然後呢完全沒有結晶水的 叫做硬石膏 這個不太重要 不小心燙過就算了 OK 再來是碳酸感 碳酸感的俗色叫灰石 這個要知道 現在考俗名的機會 考卷上顯俗名的機會很大 這是一個會顯俗名的 這是什麼石灰啦灰石啦 好 碳酸概 叫做灰石或者石灰石也是一樣 白色固體國公說不容 國公說不容 然後呢 它可以 它就是大理鹽石灰鹽方鐵石 這個是異科的時候有教的 成分還有貝殼也是它 所以以前在做二氧化碳的時候 可以拿貝殼來做 可以拿大理石來做 然後呢可以製造石灰氧化蓋 又叫做生石灰 又加熱 我跟各位講過 那個加熱的反應是重要的 碳酸概加熱會產生氧化蓋 還有那個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所以這是一個東西 碳酸概 它的俗稱 然後呢 誰是碳酸概 要知道一下 第一次會用到 什麼DCN酸 誰冒泡誰是冒泡那個 然後呢 它可以製造石灰氧化蓋 OK 然後 它這個是一個可逆反應 就是我們馬上後面要教的那個 化學名稱說可逆反應 有一個反應是碳酸概加酸 然後會變 會反應 然後會變成鈣離子 然後呢 還有二氧化碳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叫做形成石灰岩洞 就是碳酸概不見了 不見了 就形成石灰岩洞 逆反應 那個鈣離子 碰不到二氧化碳 產生碳酸概沉澱 就會變成中吳石 中吳石什麼 石損石柱那個 所以這是 當初提過的一個可逆反應 然後呢 正反應 逆反應 好 碳酸概消失 碳酸概生成 這要知道一下 那也是一個 碳酸概加酸 也是一個重要的反應 OK 大概就是蘇打跟小子 這個是顏類的最大的重點 好 碳酸鈣跟碳酸鈣長得很像 都白顏色 都可以溶於水 但是呢 那算是變解質 那都是成弱鹼 然後呢一個是比較強的弱鹼 一個是比較弱的弱鹼 所以外觀上差不多 看起來差不多 這玩意兒俗稱叫做蘇打 碳酸鈣實在叫蘇打 又叫做 就鹼稱鹼醇鹼 然後以前把它當作鹼用 鹼可以溶解脂肪跟油油 所以拿來去洗那個抽油煙機的油網 什麼之類的 所以拿來洗東西 叫做洗碟鹼 叫做洗碟鹼 工業上可以做肥皂跟玻璃 keyboard 它叫做洗碟鹼 它叫做蘇打 這也是少數會提到俗名的東西 它叫俗名 好 蘇打 洗碟鹼 然後呢 碳酸現在叫做小蘇打 然後我們國中說它是味藥的成分 我前面講過 如果味藥鋪定著它 那剋本這樣叫你就這樣子廢 它做味藥 也是滅火器 什麼 乾本滅火器 酸鹼滅火器 裡面都是放的都是碳酸 辛辣 讓它產生二氧化碳 然後拿到滅火的效果 那麼碳酸辛辣除了叫小蘇打之外 因為它有一個性質 叫做受熱會分解 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可以放到那個麵包裡面進去烤 烤一烤 產生二氧化碳 讓麵包變得蓬鬆 比較可口好吃 所以它叫培用鹼 OK 剛才有一個蘇打叫做洗碟鹼 現在一個小蘇打叫做培用鹼 這個俗稱要知道 重點是它產生二氧化碳 當然是鋼盒會再講一次的keyword 我來講一次的keyword 碳酸辛辣的受熱會不會分解 產生二氧化碳 就是這個 碳酸鈣跟碳辛辣兩個的反應 基本上都一樣 給它的表格你看得到 它基本上都差不多 有一個重點不同 什麼不同 碳酸辛辣受熱會分解 碳酸鈣受熱不會分解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喜歡問的重點 它們分別在這裡 OK 我只知道表 發現它們都是白顏色 基本上都可以溶於水 溶解都是弱解 加磁微水就有碳酸鈣成電 加二氧化碳 都會有二氧化碳 磁微水就有二氧化碳 基本上都差不多 都一樣 哪裡不一樣 一個加熱沒有反應 一個加熱有反應 所以剛剛講的keyword重點 碳酸辛辣受熱會分解 產生二氧化碳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不同 你要把它記好 以上就跟各位介紹一些 我們常看到的碱類 OK